今天特首發表了最新一份施政報告 我們立即請來施生回應報告的房屋及土地方面的政策 施生你好 政府見到發展重心似乎由明日大嶼轉到北部都匯區 對香港的整體樓市會有甚麼影響 明日大嶼都做的,不過是先做北部都匯區 這是一個比較務實的做法 因為明日大嶼要填海才有土地 現在北部的發展本身有土地 你主要改變土地的用途,重新規劃 時間應該可以省很多 我看整個北部都匯區 是有300平方公里 香港總面積都是1100平方公里 大概有接近30% 香港現在用了做住宅發展的土地 大概是7% 如果3%至7% 比例來計算 這裏可以升上96萬個單米 如果地積比率增加多少少 所以關鍵是怎樣去規劃 將這些土地作都市規劃 這樣便會升上很多 但我看到他又在說 鄉郊的有機結合 發展城市 明顯是城鎮日親鄉郊 是搶鄉郊的土地做城市 這是本質 本質是用鄉郊的土地做都匯發展 你要保留有機結合 又要照顧保育 實際上 你明明犧牲保育 犧牲鄉郊用途 你由抱琵琵琶半遮麵 便做不到工作 我認為政府很清楚地告訴市民 現在我們將原本的鄉郊土地 用作都會發展 才是明正言順 所以他現在都不太明白自己在做甚麼 如果你明白了 你才可以走得快,走得好 我剛才說,在96萬個單位 是按照現在住宅用地的平均地積比率去計算 但如果將密度提高一點 我剛才說,都會發展 將密度提高一點 不止96萬個 香港人其實不只需要單位的數目 香港人還需要平均每個單位的建築面積的增幅 才會有實際改善居住環境的條件 作為一個小市民或投資者 看到政府大力發展北部都會區 但看到長遠最終都會有90多萬個單位 以及住250萬人 其實我真的想入市 現在是否一個好時機 很多人都寄望這些數字一出 樓價就應聲回落 這個沒有這麼快 我說它比明日大雨快 但是現在才做規劃 做完規劃,還要基建 還要賣地,還要蓋房子 要賣得出 遲些日夥才搬進去 哪些人可以搬進去呢? 何時可以搬進去呢? 三、五年都不行 都要差不多五至八年 才陸續開始看到有成效 所以樓價不是應聲回落 但是一般人 會覺得今次政府好像是禮真的 因為中央有關注 落實到的機會,應該大一點吧? 我相信期望上,會增加 但是,要買樓的人 立即將這些因素加進去 並不太實際 因為公不應求的問題 實際上未解決 而香港過去那段時間 壞消息是出不少的 但是出了這麼多,壞消息 樓價都未跌 其實價錢的基礎都頗固 我相信現在只不過市民 對未來的期望增加 但是,如果你說 我出少一點價錢 你可能一樣買不到 如果真是發展重心移去北區 將來發展潛力 可否看高一線 現在去偷步入市 行不行? 如果真是有效的話 我相信未來 即使明義樓價不下跌 樓價和收入的比例 應該都是下跌 即是,將來 是普通人買樓比現在容易 即是將來會容易些 什麼叫偷步? 遲些會貴,你就會偷步 遲些會便宜 你將來扔身口 如果從這個理論去推 當然,我說 不是這麼快出現 政府應該會放公屋、居屋為主 然後才供應私人樓宇 將來都是公屋、居屋為主 現在居屋和市價脫歐 其實,購買力會否有轉向 令私樓吸引力減低? 我相信將來 大部分基層,都是靠資助性房屋 私樓 除了照顧收入比較高 香港作為大都會 私樓的價格,都會反映海外、內地、投資者的需要 都會反映下去 因為政府仍要有財政收入 我不相信樓價大幅下跌 符合政府的利益 以及符合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 香港人有超過一半 多些是擁有自己的物業 物業大幅下跌 會影響他們的消費能力 再投資能力 亦都會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 並不是一個大家樂於見到的景象 1997年之後,曾經出現過 最後有先方百計 要扶回的樓價上來 所以政府在實際 調控的時候 都要很小心 今集的時間到此 多謝施先生和我們分享 對施政報告的看法 我們下集再見 紅線 你再交給你們 如果我聽 polic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